小英沒來怕被說是資方人馬 他說 遺憾 但是我們尊重蔡總統的決定 要生存 必須要有市場 要有資本 同時也要有勞工 三者缺一不可 所以我們是希望政府能夠 做一個有智慧的決定 來消除彼此的對立 這些話本來是工商協進會 要當面跟小英總統講的 但卻被放鳥了 有人說小英怕被以為 他是資方人馬才缺席 今天改由金長代打 林伯峰說有點遺憾 沒看到小英 總統雖然今天沒來 但是我們該跟總統府 跟行進業建議的還是要聽出來 在替代能源沒到位前 不要貿然啟動核電 不宜過度偏頗哪一方 造成勞資對立絕非好事 企業難向遇到的障礙 希望政府提供具體政策 建議修訂產業條例 鼓勵船產導入新科技 可考慮訂立獎勵辦法 以吸引國際人才來台 培養出互信氣氛 改善投資環境 提出的建言就是希望能夠消除 這部分對台灣的經濟繁榮不利的地方 李市長 你們提的建言中 我看到有跟勞資有關的耶 今天來到這裡 我們要邀請工總 商總 工商協進會 來參加7月30號 我們的公共國事會議 這群人好像要邀請你們 參加一個活動喔 別跟小鷹一樣放鳥 記得喬個時間吧